给我更多华人新村的拨款 打组定 让我大选胜算更高 新谦在国会上演了一场不要脸的一幕 你自己看 不要脸的种族主义后门正棍 又来讨伐一选票了 后门政府的新文化 Cash is King 除了他之外 后门副议长也向后门打开枪讨钱了 新谦在国会下议院议会上 来自巫统巴西沙勒国会议员打组定在国会 开枪向房地部部长祖莱达喊话 要求为选区新村增加拨款 打组定表示 这样做能够让他再来接大选 有更多族群的选民 可以继续支持他 根据报道 今早房政部长祖莱达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行动党伊保东区国会议员皇家 和针对新村拨款的提问 打组定在附加提问时 并借机询问部门对其选区的拨款详情 根据视频 当时打组定站起来询问组莱达说 我只想问部长 已经为QCAC与LANKAC新村发放的拨款数额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分配更多的拨款 以便选民可以投票给我 请你拨多一点钱 这样的话 他们才会投票给我 打组定一说完 一会听报出一阵笑声 随后 打组定笑着说完坐下 副议长阿沙令 那以开枪开玩笑附和着表示 他自己的选区也应该这样做 面对达组定的询问 组莱达回答 房地部暂时没有拨款详情 部门会补发书面答复 他说 实际上 政府给的拨款并为更多或更少 因为每一个新村所得拨款数额是十万令吉 尽管如此 在面对组莱达的回答时 黄家克似乎不认同 他列举 在霹雳 芙蓉和柔卢等地新村 至今还未得到拨款 组莱达则回答表示 根据我现有的资料 拨款已发放 你可以提成名单给我 我会跟进 此外 他也指出 由于一些州属新村还未完成临选新村长 因此无法得到拨款 我认为是有的资料